好 我们下面来看下一个重点的词汇 就是积累或者是积聚 跟老师先大声读一遍 accumulate 再来一遍 accumulate 注意 它表示积累积聚 就是聚沙成塔 集业成球 这个感觉越积越多 越变越多 咱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accumulate knowledge 积累知识 让知识越来越多 accumulate possessions 积累财富 让财产越来越多 但注意 财富财产 positions必须加个s用复数表示财产 总之 使这个东西越来越多 当然 我们说 我们在学习词汇时 我积累了很大的词汇量 也可以用它 I accumulated a large vocabulary 也行 我积累了大量的词汇 总之 是使这个事物慢慢变多 可以用动词accumulate 这个词 我们在写作和生活中 有大量的丰富的一些替换 一些类似词汇 首先 跟它几乎完全一样的一个词汇 就是动词 我们大声读一下 amass amass 这个也是慢慢积累或积累 别看这个词个小 其实它比accumulate来得更为正式一些 你比如说 积累一笔财富 我们依然可以用amass a fortune fortune 叫一大笔钱的意思 积累了一大笔财富 可以用它 我们看在三册的59课里面 有个句子里面也出现了这个词了 就是我们看一下在第59课 264页的第一行 三册第264页的第一行 出现这么一个句子 叫做people tend to amass possessions 叫什么呢 人们往往喜欢积累财富 这个tend to do 表示倾向于往往常常 就是多数情况会这么做 积累财富叫amass possessions 大家看到跟前面那个accumulate possessions 从搭配 从含义 非常非常类似 这是积累积累的另外一个替换 那么还有一些跟它比较类似的一些短语习语 你比方说 我们后面会出现这个搭配叫 我们大声度叫pile up pile up 也是慢慢越积越多 越来越多 咱们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在第154页的第19行 33课 154页的19行 难忘的一天中 出现这么一句话 叫做 meanwhile the traffic pelled up behind 他说与此同时 这个车子在后面越积越多 排起了长龙 meanwhile就与此同时 pile up表示越来越多 越积越多的意思 就后面堵车了呗 用着搭配也不错 咱们也可以学着来使用 那还有些词呢 可能含义率有差别 但也是越来越多的意思 比方说这个collect 还有gather 这两词呢 本来都可以表示 从不同的地方把相同东西聚连在一块 从不同地方收集相同东西放在一块 我们分别来读一下 collect gather 再来一遍 collect gather 我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collect stamps 就是我们常说的机油 机油把油票放在一块来 还有像getter crops 就是咱们常说的收割庄稼 我把什么稻子骨子 从各个地方收到一块聚拢起来 收割庄稼用它也行 这两个类似 还有一个词呢 略带贬异色彩 咱们翻成囤积 尤其是表示悄悄的 偷偷摸摸的 把这东西放在一块 叫囤积 我们同时大声读一下 hoard hoard 这个词略微带点贬异色彩 咱们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 深圳real estate developers hoard large amounts of land 深圳的real estate developers 叫房地产开发商 这个real estate 房地产不可数名存 怎么样呢 囤积了大量的土地 注意这个land表示土地是不可数的 这个amount这个词 也是修饰不可数名词 囤积了大量的土地 这个词叫做 再读一遍 hoard hoard 好 这是我们积累积聚相关的几个五星级的重要表达 这个词呢 咱们就学到这